好 觀眾朋友 設想一個情境 如果真的是川普當選的話 中國的經濟 經得起更大力道 來自於美國的制裁嗎 我們就觀察房市車市 是最直接的指標 你一定會問 之前中國政府不是出台了 很多的白名單等等的 房地產救世的措施 都救不起來嗎 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在關注 美國總統大選 像川普跟賀錦麗 誰會勝出 那你知道川普 他就自信滿滿你知道嗎 但問題是我跟你講 如果川普真的出現 有一個人可能要緊張 那個人叫做習近平 因為之前川普 他就參加一個 賓州的援州論壇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我上任之後 第一個事情 我第一通電話 要打給習近平 很多人就覺得說 天啊 你要談中美關係嗎 是不是雙方有合法的趨勢 他說沒有 不好意思 我打給習近平 是要求他要兌現諾言 你都已經卸任四年了 這是哪來的諾言 因為當時美國 曾經跟中國 在進行這個貿易相關談判的時候 中國大陸承諾說會花500億美金 跟美國去買所謂的美國農產品 天啊 所以那一張支票 他還記得準備要兌現的 不是準備兌現 是因為他覺得你都沒有做到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其實它是一個ING 它是現在進行市 但是他發現到說 中國大陸根本沒買這麼多 你知道 好 我舉個例子 事實上以2023年到2024年的時候 美國對中國出口的整體的比例 如果從現在來看的話 他已經下跌了63% 那所以代表是 你9月份才這個數字 那代表是你根本 你前面的63% 你怎麼不會 那你更何況是所謂的 這個500億美金的這個狀態 但是你要知道 過去對川普承諾要購買的 這個500億的美國農產品的時候的 那個中國 底氣還是很夠的 5年之後 歷經了疫情封控 又歷經了整個開放之後 中國的落對 他的底氣馬步還站得穩嗎 這當然是因為站不穩的關係 所以他才減少購買 那這個最大量其實來自於 他的需求放緩的 這樣一個情形 你知道像北京主要餐飲企業 上半年的盡力 現在居然暴跌了80% 那代表是吃的東西 其實對他來講 我能夠簡單吃就好 我不一定要到外面餐飲業去做 最舉個最著名的例子 像他有一個連鎖品牌 叫做老干杯 那原先你知道他在中國大陸 在走這個接單價或什麼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這是一個不錯的消費選擇 結果沒有想到他現在開始宣布說 他要調降客單價10%到20%左右 那不是只有打折 他完全全面單品這樣向價 而且你知道他不只是把他這個銷售的 這個部分這個價格往下調價 他在上半年的時候已經關掉了 在中國的七家分店 預計在下半年的時候還要再關四家 所以現在的氛圍就是先跑先贏就對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老干杯是一個例子 那像八番雲集 對台灣人來講是非常熟悉的品牌 那專門賣這個什麼鍋貼水餃這個 你知道嗎 他們全盛時期在中國大陸開了將近100家的門市 結果沒有想到當時在疫情之後發現到說 好像整個營業額部分會受到很嚴重的衝擊 所以他那兩年前的時候就開始啟動停損機制 現在幹嘛你知道 全面撤出中國要轉戰美國 而且不只是這樣 包含到王品集團 王品在中國過去六年的時間裡面 也關閉了將近70家左右的這個店 那這種餐飲上面的這種所謂的這個大量的萎縮 當然會衝擊到習近平 我怎麼兌現那個跟你買500億的承諾呢 所以我們講說民以實為天 天要黑一半了嗎 食衣住行 我們再來看到行 現在在中國 車勢是一個非常重要觀察的指標 不只是進口車 連國產車通殺 那我們就先來看進口車的部分 事實上進口車有一些豪華品牌 老實講那個對一些高端客來說 他會覺得說我非品牌不要嘛 對不對 但現在你看到在中國賓市跟B&W 都已經發布所謂的盈利預警 你光是看賓市的部分 他在Q3的時候 中國交付量已經下跌了13% 那這個在B&W的部分呢 這個Q3的部分 在中國的交付量 也就是交車量 他也下滑了將近30%左右 那甚至包含到保時捷 你看他Q3中國銷售也年減19% 前9月的銷售也年減29% 這個你後面要追都追不回來 那你看像馬薩拉蒂 當時被認為高端中的高端的這種品牌 今年前8個月 中國市場銷售也年減74% 基本上就是一個元氣 蕩然無存 所以看到這幾個品牌就會知道 高端的消費 一個小轟龍 那比較清明 比較平價的 還能維持購買的動能嗎 當然對這種歐洲品牌來講 他現在寄出來就說 不然我就降價 所以前一陣子大家發現到 那售價跌得很低 可是你以為說 那是不是因為中國的 他的這個所謂的 自產的汽車 衝擊了這個所謂的 這個進口的車的這個銷量 其實沒有 你光看這一個 他這個事實上就有人爆料講說 中國有個自主品牌叫挪炸汽車 他成立已經10年了 他說那現在已經發不出工資了 而且還說什麼欠工藝商 很多很多錢 勸大家買這個車子的時候要慎重 今天為什麼你特別挑挪炸汽車來講 挪炸汽車在中國大陸的消費市場 是怎麼樣的一個存在 他在2022年的時候 事實上他車市的銷量冠軍 你知道嗎 他總共銷售了15.2萬輛的車 當時的年增是118% 那應該是非常搶手 大家追捧的車子啊 而且你在畫面上面看到 他的車子外型也好 他的內裝也好 感覺上好像有集合了 這個歐洲風 美國風 極其大成應該賣得不錯 但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2月的時候就遭到 人家爆料說 他其實年終獎金跟工資 都已經沒有發了 你知道嗎 而且他這一次不是被質疑講說 你這個發不出薪資的時候 那你知道挪炸汽車的講法是說 沒有啦 其實我們正常薪資都有發 但有一些員工是幹嘛 因為我們在做結構性的組織調整 所以當然會有一些狀況 還需要再釐清一下 但問題是 真實的狀況是他今年前9月 他只有銷售8萬多輛的車子 這個等於小豐特非常有感 你看2022年還有超過15萬輛 即便是今年只有前9個月 你也只有9萬輛不到 所以你等比去給他換算下去 全年你就很明顯的一個下跌了 而且重點是他的年目標是30萬輛 那你30萬輛到現在為止 你才賣不到9萬輛 不夠啊 所以你後面兩三個月你怎麼補回來 而且你知道嗎 他的母集團 他的母集團之前也都受到人家 這個也拿到政府的這個補貼 或幹嘛的 那問題是你的補貼 跟你的這個所謂的挪炸汽車來講 現在看起來也做了一個切割 中國經濟會不會找到拐點 進而逆轉勝 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火車頭 不動產 房產 房市產業 我們知道前一陣子他們出台了 非常多包含的白名單 盡量讓你貸到款 讓你不會倒 讓你把房子都能去化掉 有用嗎 你知道在2008年 那時候不是遇到這個金融海嘯危機嗎 中國大陸當時祭出了一個刺激方案 他們投入4兆的這個人民幣 但是現在中國知名的經濟學家 叫余永定他就講說 4兆人民幣現在已經不夠了 如果拿到當下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量體 跟2008年的時候已經完全不同了 所以你看 他的中國的全國政協委員 叫劉上希 他說如果你今天要再用這個 所謂的刺激方案 下去投入這個經費的話 肯定要超過所謂的當年的4兆 他說很有可能要超過10兆 那10兆對中國大陸現在來講 那是多大的一個壓力 為什麼 你跟我看 IMF在最近那個往下調降的這個 所謂的中國2024的經濟成長 他預測到4.8%左右 但你知道嗎 也在7月的時候 也不過就三個月前 他們那時候給預估的時候 他的那個經濟成長是到5% 5%應該是低標了吧 你不要小看這0.2% 這0.2% 代表的是你很有可能 你整體的經濟的部分 是完全沒有在往上攀升的機會 你剛剛提到車市對不對 房市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現在中國大陸整體的房地產的 低迷的情況 很有可能會被認為說 導致你的整個的經濟成長 再往下跌的一個情形 你看廈門大學教授 叫做趙彥青他就講說 房地產不漲 其他都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房地產基本上你要做建設 你建設就有很多內需的東西 你就會進來對不對 而且如果有人買賣的話 他就會刺激跟活絡當地的這個消費 但問題是你光看一線城市 因為你講二三線很多人覺得說 他發展就不是那樣子 我們講一線 你看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地方 他的興建房跟二手房的部分 興建房的這個所謂的房價 跟二手房的房價 通通在面臨到下跌的情況 唯一的一個火苗只有在上海 其他的就連上海的二手房 全部都一路往下掉 那基本上興建房 應該會帶動二手房 因為我這個地方新房價上來之後 如果往上漲 二手房基本上也會往下漲 他卻出現這樣一個落差 而且你知道嗎 中國有70個城市 他的房價大跌 已經他的跌幅創下九年來 最高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談談上海 上海其實大家最好奇 它是富桃流油的一個所在 如果連上海買氣都小紅 那其他你都可以跳過了 上海的最有錢的人 買氣還暢旺嗎 當然現在對於上海來講 他還是會有維持高單價的一個產品 但是原本的高單價現在也面臨到變成低單價的一個情況 你知道嗎 像中國有一個財經的網紅叫大V級 他這個大V級青柯末 他就講說在綠城黃埔灣這個地方有一個一號樓 原本的這個所謂的他的這個掛牌 是在這個原本掛牌是1.08億左右 結果現在跟你改掛牌多少 你知道 改掛牌6800萬人民幣 從上億變成6800萬 好歹減了三四千萬人民幣 當然他這個賣的人 他是講說我不缺錢 我不是說為了我這個缺錢 趕快把它賣掉套利 他說不是 但是我看壞房市 所以我乾脆在這個地方先設一個停損點 這不就是一個多瞎多的效果就出來了嗎 你知道嗎 其實剛剛我們提到這個綠城黃埔灣這個地方 他之前曾經有一個所謂的江景房 就是他可以看到黃埔江的這個房子 他那時候掛牌是1.28億你知道嗎 那時候還一度謠傳是什麼吳亦凡的房子 但是因為他那個登記人不是登記吳亦凡 所以後來這個新聞不了了之你知道 但問題是他本來是1.28億要出售的時候 最後是用1.15億賣 我們討論的這個單位都是人民幣 對 都是億 而且是億為單位 那你知道嗎 在當時你要買這一套房子的時候 你知道多要求嚴格你知道 他不是你走進去說我要看房就看房 對不起 你要看房之間我先看一個東西 你要先驗資 我看你口袋多深 你要有五千到八千萬人民幣 你要扛著什麼行李箱還是弄個車子 載現金去看嗎 這麼厲害喔 你現在沒有叫車來給我載過去 沒人來買啊 所以你現在看一看 可以看得到為什麼這個所謂的 這個原先賣1億多的房子 現在掛牌6800萬 是不是代表這種被看衰的情況 也是非常嚴重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中國大陸很擔心 賀鋼房價的這個東西 會一直往外蔓延 什麼叫賀鋼房價 事實上是原先在黑龍江這個地方 有個叫賀鋼嘛 那原先一大堆人在那邊看好 他煤礦業的時候 所以大量的勞工進去 那個地方說有人就有財器對不對 他就覺得說我可以大量的蓋房子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煤礦業沒有了 人都牽出去了 現在那個地方跟個鬼城一樣 就很多地方空空的沒有什麼人住啊 那你現在大家很擔心講說 有沒有可能真實會蔓延到 這個所謂的這個其他地方 你看喔 張家口市啊 這個地方距離北京大概100公里左右 老實講對大陸地區型的國家來講 100公里不算遠 但你知道嗎 你那邊要買兩房一廳 大概只要花6萬塊人民幣 就可以買得到 30萬台幣而已 對啊 他就只有這樣子 他就可以買得到這個狀況 所以你想想看 這種價錢這樣不斷的往下跌下 你說他的經濟成長率 能夠往上升到什麼地步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這些經濟學者 會擔憂的原因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 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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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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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介紹更多朋友 請介紹更多好朋友